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听尽万发 念佛共修 聆听尽了发音尽在生命电视台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 珍惜每个悲欢 每次离合每一天 珍惜每个钟声 每一份爱每一天 世界万物永恒 一切无常难预料 世界无不散的夜行 终有一天会离去 人生多变化 一切不站在 拥有的一切 将会更远 十一 经论上 用见无为力 来描述佛陀 意思是 无论是谁见到了佛陀 都会有那种想要看到佛陀的心情 一 会亲近佛 听闻佛法的人 据说有两种 其中之一 是带着信心来的人 带着信心来的人 在见了佛之后 会非常的欢喜 他的信心会更增加 功德也会增加 二 在都帅百尊上师语节中 有一句祭颂 道德名称光耀端俗生 见闻意念得意我敬礼 这里讲的见闻意念 不单只是释迦佛 还包括一切的佛 无论是见闻佛的名号 或是在内心意念佛 都能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利益 都能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利益 三 比如我们圣地去朝圣 拜见佛的身与意三意 我们都因此 累积到很多的福德资粮 这是因为佛陀过去 在有学到修学之时 他累积了很多的资粮 而且把所累积的这些资粮 全部回向 愿未来凡见闻我者 都可以得到福德资粮 我们好久不見 有些人 这些正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佛过去是这么发愿 所以今天我们朝见佛的身与意三意 可以增长我们的福德资粮 仅仅听闻到佛的名号 都能为我们带来很大利益 因此当人或动物将往生时 我们会在他的耳边念诵佛的名号 其理由也在这里 五 我们现在就常常做这样练习 常常这样去思维 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生病 要离开世间的时候 能够意念起活的话 下一辈子肯定可以获得人天生 六 对于一个将往生的人 我们要在他的耳边念诵佛 菩萨的名号 即使他不了解 所听到的这个名字 是什么意思 但是仅只是听闻到这个声音 都是有意义 有帮助的 十二 经上说 佛佛是诸有琴师诸菩萨妇 一 佛佛是给予一切有琴 学出的老师 无论是人还是天 只要我们的时机到了 或资粮累积够了 佛佛都会为我们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佛佛教导的时候 不会只对有钱人开示 没有钱的就不讲 也不会因为某人供养他 比较多金钱 就爸爸讲得比较好一点 没供养他的人 没供养他的人 就讲得比较不好一点 是说佛佛是诸菩萨们的父亲 必须先思考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成佛 首先 我们必须要在心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 之后学菩萨行 最后才能成佛 可以说是佛子子 很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佛之子 佛之子 之子 另有一种说法 是说 佛语之子是声文 佛语之子是菩萨 十三 佛陀 是网涅槃成者之商主 什么叫涅槃 涅槃藏文翻译是 离忧苦 忧苦指的是什么 烦恼障及锁之障 能够离开烦恼障及锁之障 这种忧苦 就称为涅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 涅槃城的意思 就是解脱的火味 我们都是想到涅槃城的人 佛陀对我们来说 就好像是引导我们 去涅槃城的向导 2. 若我们照着佛陀引导我们的方向前进 我们就会到想要到的地方 2. 若我们不照着佛陀的教导去做 造了实不善业 我们就会投身到恶趣当中 3. 佛陀对我们开示了轮回的过患 如果我们要从轮回中离开的话 要了知轮回的过患 3. 并且照着佛所引导的这个道路去走 4. 如此 我们便能得到阿罗汉火味 4. 仅仅只是断除烦恼杖 我们就能够离开轮回得到解脱 可是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佛果味的话 还必须断除所知障 如此才能得到大解脱 2. setzt某些差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我们要得到佛果位的话 我们就要往大解脱城前进 我们要这样想 真正要度假的地方 就是这个大灭盘城 在涅盘城里不会有痛苦 而且都会得到无上的快乐 在涅盘城里不会有痛苦 在涅盘城里不会有痛苦的地方